将套袋联屋小心翼翼装进礼盒里 屏东县长潘孟埃 协同加东乡农会总干事林淑林等人 正式宣告2021年外销启航 屏东联屋因为量不多 因此走精品空运提升质改 今年打头阵的黑珍珠不受疫情影响 200斤要前进香港 黑珍珠联屋先打头阵 做空运直接到港澳 每周每个礼拜400公斤 一直到2021年的5月底为止 外销的联屋我们都是用果套全保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在产地筛选的时候 就要非常严格 比如说碰伤的 比如说有裂掉的 比如说指甲痕的 有受损的完全都不行 现场还展出联屋的相关附加产品 像是联屋果干 蛋糕 果冻等等 主打外销加拿大与香港的屏东联屋 去年加拿大应受疫情航班 与运费高的影响取消 但今年香港外销量却反而增加 县赋也积极结合百货公司 卖场与网路平台 希望也为果农拓展国内销售通路 今年又更大突破在网购平台 除了各大百货公司超级市场以外 那也跟了网购平台来做合作 那今年有再想要再继续做 但是现在就是说运费也比较高 那如果说再把加拿大市场 这个又再打开的话 那我相信说帮果农 增加更多的一个通路 总干事林竹林也表示 近日超强寒流的侵袭 幸好没造成收成影响 排往新的一年 在持续主打精品路线下 增加农民收益 新唐亚特电视李金菊 台湾屏东报道